台北市之所以猜中校桥引到 现在传出就是要选新竹市长的副市长 沈慧宏当年的提案 原来一切一切都不是柯文哲自己提出来的证件 今天有媒体问到柯文哲 结果柯文哲笑笑直接带过 我们带你快来看 柯文哲周末辅选回家乡新竹开奖 替民众党参选人高宏安倍书 有说党次就是非常清楚 有党次没党次看得在吗 谁是没党次的 没有没有 不要讲了 市盈 自嘲差连失言 不过民众党从上到下一向靠炮火冲升量 立委蔡壁如近日野板矛头 指向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沈慧宏 忠孝桥引到在柯文哲任内拆除 觉得是好政绩 就说这个主意是我想的 剽窃不可取 批评民进党的恶霸原外心态更可耻 如果只是提个意 就可以当作说这整件事情是政绩的话 那很多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台北市政的收割机 忠孝桥引到猜处 在2014年我参与他竞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市政顾问的建议 我当时把它提出来 再怎么抹黑也不会抹去别的专业 陈慧宏反即表示 2014年在柯文哲竞选市政顾问团里 提出建议柯文哲采纳也做到了 但是说实话做实事反而成为被攻击的理由 感叹当年号称尊重专业的柯文哲团队 已经把专业丢掉了 交通就是他的专业 那你刚刚提到说 市长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觉得新竹这几年的交通怎么样 你是专家就负责任业务了 不要管人家拍摄 现在副市长曾经公开称赞说 沈慧宏的专业能力无人能处 网友制图嘲讽沈慧宏建议拆桥 柯文哲却是过河拆桥 沈慧宏也无奈表示 选举教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善良 因为选举攻防 柯正英猛攻 昔日献策的团队成员难免遭质疑 忘恩负义 好2022都还没有想好 就已经开始在想2024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民众党的立委 蔡壁如现在出手了 对的是谁呢 对的是沈慧宏 难道抹杀人家的交通专业呢 我们要请教时期节 因为现在传出台北市中校桥 引到拆迁案 其实就是沈慧宏当年的提案 而不是柯文哲的政绩 但是民众党立委蔡壁如就痛批说 沈慧宏当时根本不在台北市政府 任何一个部门任职 根本是票窃的恶霸员外 哇你蔡壁如说沈慧宏是恶霸员外 结果呢 现在就被人家打脸了 这是谁呢 金牌龄潘俊龄出来打脸说 我真的忍不出去留言 事实的真相就是2014年 柯文哲什么都不懂 完全就是民进党协助的 而2014年当时的蔡壁如在干嘛呢 还在台大医院上班 所以他现在要嘴沈慧如 好这有道理吧 我觉得非常可笑 就是说蔡壁如完全得了柯文哲的争传 就是说他们其实都同一路人 那事实上蔡壁如不过就是柯文哲口中 这些都是养的狗 那所以这个帮着主人家在那边对外狂吠 这是蔡壁如应该做的工作 那讲到沈慧宏呢 他过去一直是从 他一直就是公务员 然后一直在交通这个领域 因为他就是专业科系出来的 那所以在2014年 当时柯文哲要选市长 靠的是民进党组成的团队 当时还到台大医院地下四楼 去帮柯文哲上课等等的 而且当初的这些城市规划 交通等等的这些东西 都是由张景森去 call了一个小的团队 然后这个小的团队 就帮着柯文哲 给他上课 告诉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样子的 城市的剥话 交通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然后形成了政策白皮书 而沈慧宏当时就在那个 这个顾问小组里面 扮演重要的角色 而且沈慧宏的专业 是连黄珊珊都称赞 黄珊珊在一个月前 在台北市议会背询的时候 是公开称赞 沈慧宏的确是一个专业的交通人才 那这几年其实对于新竹的发展表现来说 当然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那但是这个沈慧宏现在要接棒 这一个林志坚去选新竹市长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 应该牵涉到选战的一些策略 所以你看沈慧宏跟这个高宏安 高宏安完全抓住沈慧宏 那沈慧宏也没有放过高宏安 看起来是双红之战 那所以请问国民党呢 国民党提到哪里去了呢 我觉得选战策略上面的确有 国民党可能就被放到边边去了 对 就放到边边去了 然后所以我觉得的确是有一些 选票上面的竞争上面的考量 这个高宏安一定也很开心 太好了我就抓准了沈慧宏一直打 完全可以抢到蓝军的这个票 那所以对这个高宏安来说是有利的 那这个高宏安我觉得他比较 可怜的一点就是 他不是今天有一个大型的记者会吗 就正式出场了要参选这个新竹市长了 然后请到了柯文哲党主席去 你知道柯文哲在致辞的时候 讲了些什么吗 他讲说这个高宏安是上帝 就是老天爷有眷顾的人 因为他碰到了我柯文哲 也就是说你这个候选人 我跟你讲其实没什么 重要的是我本人柯文哲 就是说所以什么都是他 黄三聖也要谢谢他 太比武也要谢谢他 大家都要谢谢他 你这样是害了高宏安吧 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凸显 这个人的重要性 他的能力 他的特色 因为他碰到了你 那你去选啊 你去选清楚市长啊 莫名其妙了 所以我觉得那个都是民众党自己 有怎样的党主席 就会形成怎样的政党文化 所以如果柯文哲这么的重要 因为大家都是碰到了他才有今天 那你们大家全部都不要投票给这些人 因为他们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柯文哲 你们大家就打开选票上面 自己写一个柯文哲 就逻辑上面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啊 就是说柯文哲的这种种做法 其实都是忘恩负义 过河拆桥 如果今天是别人的功劳的时候 你当然应该要感谢人家 过去的努力和付出 共同成就了一个让你享受掌声拆掉忠孝桥 然后让你北门在线 后来台北市政府还出了那个摄影集里面 北门在线的那个那个西区门户计划拍多漂亮啊 那个那个应该是金牌铃帮他拍的吧 还出了摄影集呢 有这么好的一个政绩 怎么可能会是你一个人天重英明 那当然是一个团队 共同的这个这个破坏努力 然后去执行嘛 连这样子的东西 他都他都要全部揽在自己身上 这可见这个人的人格 有多大的问题 很合理啊 他说高宏安会出来也是要感谢我啊 所以他现在揽工在自己身上 也是没有很合理的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六月十六号 因为当时民众党还没有来提名高宏安 所以大家也说黄珊珊这句话一定是真心话 沈慧宏接棒林志坚来选新竹市 黄珊珊说无能能出其右 好黄珊珊怎么讲呢 他真的是对沈慧宏赞誉有加 他直言说他不只是一个传统的公务人员 更直言沈慧宏并不是政策的执行者 还是政策的破坏者 那当然现在蔡壁如开始来破乌贼战了 沈慧宏其实蛮难过的 他说谢谢选举教会我的事情 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善良 我们要请教永宏议员 因为里面包括了不只是宗孝桥引到的问题 包括西区的门户计划北门再线 他说公车路网应该重整 第三他说柯文哲先生 应该体验机车族的真实情况 亲身了解才知道怎么样提升机车族的行车环境安全 我们知道沈慧宏在交通经验非常非常的熟悉 非常非常了解 所以你看到在2015年 柯文哲要打选战的时候 才会有这张照片 柯文哲坐机车考察试证 网友感动大战 说是世界奇观 那现在柯文哲怎么都忘记了吗 怎么都变成功劳 都是自己的吗 我觉得柯文哲这个人就是 克伯寡恩 他这个人就是都是自以为是 然后觉得是全世界欠我的 是你们有幸遇到我 你们被上帝眷顾了才会遇到我 所以不管是这个黄珊珊也好 不管是高宏安也好 几乎所有人都是有幸 那我必须要 首先我要在这边代表民进党 跟大家道歉 因为我们确实 那时候支持过柯文哲 我们感觉非常的痛苦 支持他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 也没有感觉是被上帝眷顾的人 现在更加痛苦 因为他完全万恩负义 我就要帮沈慧宏好好地讲几句话 二零一四年选举的时候 柯文哲还是什么 就是不过是一个台大的医师 急诊室的主任 然后他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出去跑 通常说一个人从计程车下来走进去 然后一个人走出来 后来民进党的人开始在帮忙他 组了很多团队 尤其很重要一个政策团队是谁组的 是张景森组的 那时候张景森组了一个团队 非常多的学者专家在里面 当然包括了这个沈慧宏 沈慧宏那时候是在交通部工作 所以他必须利用下班级假日的时间 才去开这个会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北门相关的 从西门的门户再线 然后整个包括公车道 要把这个引道拆掉等等 其实都在那个计划里面 而那个计划 柯文哲本来是不知道的 他是去上课 听了张景森这些人 人家沈慧宏也没有说是 他自己独创的见解 他是说这是众人大家的 这个包括文史工作者 包括交通专业者 包括这个都市发展的学者 集合了交通专业 然后这个都发的专业 这个文史记忆的专业 以及你对于这个空间的印象 想象结合的历史脉络 这些专业集体的意见提出来的 而且他也没有独揽 他说事实上要这个整个 西门的门户重改 是从大概是90年代 就开始有这个想法 只是大家逐渐的累积跟堆叠 把这个政策形成 那你2014最好你柯文哲 知道这件事情 你那个时候是出门 还要坐计程车 多少民进党的人 那再来帮忙你 然后多少民进党 或者我们清律的 应该说支持改革的学者 集结起来 多少人去帮忙你 然后你今天 你不承认就算了 你还要让一个蔡壁如来 去骂人家说是恶霸 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觉得整个民众党真的是 就跟着一个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柯文哲就是一个 柯伯寡恩 然后他一个完全是 这个言语前后矛盾的人 每天都是欧梁赛度的人 我必须讲这件事情 蔡壁如真的要很慎重 去跟沈慧宏道歉 因为你是在污蔑一个人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你看沈慧宏脸书 他只是讲说原来 原来选举才让我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善良 他也没有去反骂你 但是他很委屈 因为这件事情 他并没有去说 这个都是我提出的 他不是这样讲 他也讲了这一个团队 也还原了那个历史事实 那大家再回头去想 二零一四年要选举的时候 柯文哲一开始 真的是没有人在帮他 那你今天不但不感谢人家 你还去说人家是 是这个 是恶霸 恶霸原外 票窃原外 对恶霸 票窃 当然我觉得他故意的 他用票窃的目的是 他还要再去连结说 你看你们新竹这几个都票窃 你们林志坚也是票窃 论文的事也票窃 那你这个说这个 这个北门这个事情 也是票窃我们的 他其实是想要 做到这种印象 去帮高宏安来拉票 那我觉得这样的状况 最后不一定能够发生 他们所期待的 因为事实都摆在眼前 但我觉得他们 最后玩一个叫什么 就三人成虎 反正我一直说一直说 让我的网军 一直到处去popopo 铺天盖地的po po到大家觉得说 好像这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事实中就 胜于雄辩 最终人民会是知道说 你柯文哲在说谎 然后你民众党 这些立委们在说谎 然后你民众党的这些 不管是议员也好 还是你要选市长 这些人也好 都是在寄生在人民的 纳税前的这些公务机关上 总是会被选票唾弃的 好 所以蔡卑如 现在用票窃源外 这四个字 一方面他可以打沈慧宏 另外一方面还可以打林志坚 他想要一鱼双吃 但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八年 是柯文哲太会演了吗 还是柯文哲变了呢 请教朗东 因为包括这个蔡卑如 他的po文 好 潘俊玲也有话要说了 这个金牌铃就说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这个应该是高红安团队 昨天晚上的新生 原本大众期待新竹市双红竞争 蔡卑如的二元外说 让选民看到民众党的低水准 柯文哲是神 柯文哲才是真正执行的人 那我就反问柯粉说 柯文哲会开怪手吗 柯文哲会扑薄鹿吗 除了路过看一下 什么叫真正执行的是什么人 到底是谁呢 柯文哲执政八年 能讲出来的政绩都是在前几年 绿营相关局处首长执行的政绩 那后面还剩下什么呢 对 其实回去看 柯文哲在2016年二月的时候 他去猜忠孝强会引到 那时候他在脸书上 po这个消息 然后北门就重现天字的时候 十二万个站 现在回去看了 真的是不胜唏嘘 他现在整个脸书的人 剩下几千而已 那当时他在想的时候 他要说什么 他就是说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快 因为他慢慢想 快快做 那这个慢慢想从什么时候 这个西区门户计划 是从1990年左右 就已经开始在酝酿 那其实那个时候 陈慧弘刚从基层公务员 进到了台北市的停车处里面 那所以他进入二十年的酝酿 这个方案成熟了这个之后 当然才会有后续 在2016年 这样的一个事实上的动工 六天之内就把这个事情给完成 那所以这是整个台北市的一些 基层公务员 他集思广义 认真讨论了二十几年之后 那当然陈慧弘他非常的有经验 他在好龙病病时期 也有担任过市府发言人嘛 那所以他都很了解 整个对于这个机车族啊 或对于交通啊 大家的需求是什么 把这些好的建议提供给柯文哲 那重点是说 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感慨 就是柯文哲他刚选的时候 真的是有非常好的意见给他 所以说当时 为什么没有告诉他说 其实内湖其实交通很需要解决呢 然后因为还没有想到说 内湖这几年发展之下的话 这其实塞车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看到柯文哲第二届的时候 已经完完全全的没有什么重大建设 在那边跑 然后整个台北市基本上都是停滞的 那所以真正的这个 在抄袭的就是柯文哲 他连抄袭都不会 他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政界 那他过往的时候呢 就是民进党派的精英团队来 给他灌了很多好的意见 那等到这些好的意见没有之后呢 他就原形毕露 那所以最后他所剩下的呢 就是一直在那边胡说八道 维持世俗要吵架 去维持他的声浪 但是其实他每次这样做的结果 都是打点他自己 另外还有很精彩的 就是新北市长的选战 一个礼拜之前呢 大家就问到说 新北是不是要交棒给江启臣呢 记不记得那时候各大报的媒体还说 侯友宜讲尊重党的规划 结果呢 这个党首席朱一伦就帮侯友宜说了 对 侯友宜要来选连任 这个当然是讲好的 但是侯友宜现在是不是鼻子摸摸 只能来选连任 但是选连任 你有保证说你不会落跑吗 你没有啊 我会做好做满 这个四个字 你有讲吗 没有讲啊 好 我们要请教看一下 我们要请教这个袁之 因为林家隆办公室呢 现在提出质疑说 侯友宜如果连任成功 是不是会做好做满呢 会把新北市当成跳板 落跑去选总统呢 侯友宜呢 被问到这个事情 他强调 自己现在是市长角色 每天都很珍惜好好做事 他没有回答 他要不要做好做满 那相信你也没有办法帮他回答 那你觉得他会做好做满吗 第一啦 我觉得林家隆团队 是不是跟林智坚过不去 就是说为什么会去 要求人家做好做满 林智坚才刚落跑而已 他任期了三年半个月 所以林家隆 林智坚做两任了 林智坚要团结 做好做满 应该是要做完四年 叫做好做满 还是我们定义不一样 所以林家隆 不要这样子 看不起林智坚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林家隆 你不要看不起自己 你没有说你才刚宣布参选 你就觉得对手会连任 然后就说你要做好做满 那你这样就选假的 所以这个在我们新北市 有一个传言 就是说林家隆 其实也不是选真的 他其实来牵制侯友宜的 就是说好像林家隆 看起来比较强 看来新北市之后 侯友宜就会放弃不连任 然后本来人家一直怀疑说 侯友宜会放弃连任 然后职工选总统 然后说要林家隆去制裁他 制衡他 让侯友宜不敢放弃连任 所以你看你有看到 林家隆参选新北市长 就是好像他想的 不是要选上新北市长 他想的是说 我怎么去制衡侯友宜 让他不去选2020 所以他团队开记者会 才会去要求侯友宜说 你选这我不能落跑选总统 言下之意就是 我们很担心你选总统 你不可以落跑 然后我也是选假的 因为我也没有选上 所以我觉得林家隆 你要自己有点信心好不好 既然你要选就还真的 我知道选新北其实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新北市有29个区 因为永宏也复选过 他那时候是复选游錫困 那时候游錫困选得很好 其实那时候只输 租列2万多票 很厉害 真的蛮强的 游錫困好像是从年初 2014年的1月就开始选 现在是真的非常大 林家隆选四个月 1032个里 里长都不可能跑得完 29区也很难跑透透 但是他还是愿意出来 为什么 因为要制衡侯尔宜选总统 所以团队才这样 可是不要这么明显 我稍微演一下 就是之后我相信林家隆 会丢出很多负面攻击的东西出来 把那个选战打得很热 感觉很热闹 可是不要让人家一下 就看出来说是选假的 我觉得还是要点真心 那个袁芝 他就是觉得拼命的修理一下 林家隆 他的声量会比较高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 袁芝 你现在的声量比克文哲高了 因为你上了标题 没有 我跑了三分多 只在乎侯友宜 会不会选2024 我们要请教范教授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帮林家隆问的 这是我们要帮新北市民来问的 一个市长 你会不会坐好坐满呢 好你会不会坐一半 你就跑去选总统了 会不会像当时的朱一伦一样 那现在侯友宜可能没有遇到一个淡水阿嬤 会不会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阿嬤 我们也不知道 那你有会继续把连任好好地做完吗 现在大家有花一个问号吧 我觉得他真的有必要签署 一个跟新北市民的一个契约 我不会落跑 我不会落跑 不会落跑声明 我们很多人说不自杀声明 你不落跑声明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让人家看到 他似乎他要选2024年总统 我们还记得前一阵子 他跟这个当时跟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燦 然后他们同台 然后他们还他当时他说 还有跟柯文哲 他们三个人在一个远线杂志 同台 然后他还说 那个柯文哲跟这个 这个郑文燦 你们即将要在今年年底毕业 他说我也可能离开 他说不经有人走 讲了这句话 那是公开的场合 然后第二个 外传 他本来想找江启臣来选 今年的这个清北市长 然后他自己来选2024 那是因为恩恩案的事情之后 他发觉还是先保住 目前的新北市大卫 等到两年之后 看风向再来做决定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有可能会 跟当初朱立伦一样 刚刚连任新北市长 然后去参选了这个总统 2016年的总统 所以我们看到侯友宜 会不会真的被人是猪归猴谁 因为侯友宜当过朱立伦的副市长 当了快八年 朱立伦连任新北市长 跑去选总统 把洪修柱给换掉了 会不会这一幕 又会在侯友宜的身上出现 因为已经有潜力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选这个新北市长 你看你要找江启臣来选 或找谁都好 为什么 因为你能浪费了 新北市民的一张票 我选了你半天 结果你连任不到一年多 你又跑去选总统 但是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 你是完全辜负新北市民 对你的期待 所以我必须要讲 过去有朱立伦 后来又有韩国瑜 韩国瑜刚刚当选高雄市长 跑选总统 那你侯友宜 会不会记他们两人之后 步入他们的后城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的下场会非常惨 所以我觉得 有必要跟市民说清楚 讲明白 而不是稀里糊里的 好像这个 反正侯友宜真的是 很会打太极拳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太极拳协会了 什么事情他就推 东推西拉的 他不讲正题 好 那我觉得今天 新北市民有这个权利 要求侯友宜做清楚的表态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新北市的主人 你只是被新北市民委托 担任这个市长而已 但如果你你是做这三 看那三 这话 那我觉得会让投你的票的新北市市民 非常的失望 好 所以侯友宜是不是有必要来承认说 你不会落跑呢 有很多人说侯友宜这几年是不是变了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恩案的报告出武了 那侯友宜现在就说 诚恳看待中央意见 并且感同身受第一线同仁的辛苦认真 好 其实到现在 大家都没有觉得第一线的同仁 不辛苦不认真 那么他也说外界质疑声音不断 他会正向来看待 第一线也会包容恳切的回应 那其实针对整个案子 侯友宜这一次呢 其实每次说法让大家说都很像 就是我们会负责 但是怎么样负责呢 我们要请教淑培 因为很多人说林家龙现在要甩选 这个新北市长 那有人就来比较这两个人的政治人格 你看太鲁阁事件发生之后呢 好 林家龙第一时间就请辞负责了 但是你记不记得侯友宜那时候发生 八仙城报 那时候侯友宜有说 没有一个人都逃得了 但到现在呢 所有的人都没有拿到 应该有的责任跟赔偿嘛 好到现在恩恩事件之后呢 你可以说这个是基层疏失 但是侯友宜对照跟八仙城报 那时候的态度 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他第一时间也说他会负责啊 他会全部配合恩恩爸爸 把所有的资料 要什么资料 我们给什么资料啊 结果后来呢 恩爸爸请假了一个月 什么资料都没有拿到 还看到新北市消防局演了一场大戏给他看 所有的人都怒了 全台湾的人都爆炸了 侯友宜到现在还是不认错啊 还是说你来告啊 你要告你就告嘛 然后所有的资料 就算是被中央现在针对他们的所有的调查 调查完之后 他讲的话一样啊 我们感同身受啊 我们对这个 家属的离开的恩恩爸爸感同身受啊 我们也对这个辛苦的基层感到不舍啊 你对辛苦的基层感到不舍 你为什么让辛苦的基层配合你继续演戏 我觉得这就是很荒唐嘛 然后所有的他都展现出来说 他是一个硬汉 他是一个铁汉 他是保护新北市市民的 可是遇到问题 在危机处理的时候 他处理的方式 他反而是站在被害者 或者是站在受害者的对立面 我觉得身为政治人物 你在主管一个单位的时候 总是会有遇到疏失的时候 总是会有遇到危机的时候 但身为政务官的你 肩膀就是要硬 就是要扛起责任 林嘉隆部长不就是吗 这个太鲁阁案 他就毅然的决定下台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两相比较 你就知道谁是硬汉嘛 嘴巴硬不是硬 你真正有肩膀扛起责任才是硬 那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侯友宜到底要不要去讲一下 他到底要不要辞职 会不会落跑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像叶元芝所讲的 你们只关心这件事情啦 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情 刚刚叶元芝有讲了 上一次侯友宜 朱立伦在跟游锡坤选举的时候 如果朱立伦那时候说我会落跑的话 你想朱立伦能够连任吗 还能上吗 当选的应该就是游锡坤了 因为那时候他差票差很多 所以过去国民党就是有不好的记录 朱立伦说做好做满 讲了一百次了 结果最后还是落跑 所以侯友宜要面对过去朱立伦 不能成为朱立伦 如果遇到什么关英三阿嬤 或者是阳明三阿嬤 劝说他的话 他都要说 他要坚守 把这个新北市的市长 做好做满 不然起码做了七年半 七年半 如果你新北市长 要选台北市长 你起码你要做到 下一届的任期过半 如果连这个都承诺 都做不到 难保你不是朱立伦第二 那这对新北市民来讲 公民公平吗 新北市民是二等公民吗 每一个新北市的市长 都成为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跳板吗 我觉得新北市民不会接受的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市民的话 我要选一个市长 我要看他负责任的态度 你要不要坐好坐满 画一个问号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恩案你有没有负责 画一个问号 我们就请教朗东 因为现在大家就开始倒风向 国民党立委就说了 这个指挥中心 应该选在这个时机点 公布调查报告 是选举机器的启动 选举指挥中心应该要废除 不是啊 你新北市府早点把资料拿出来 不就不会让这个火一直一直烧 烧到你现在烧得没完没了吗 对啊按照侯友宜 曾经对恩爸的承诺 这个报告早在四月底 就应该要去给了 结果一直拖到现在 所以很显然的话 那就是侯友宜他本身的这个问题 是非常的大 那过往他就标榜说自己是铁汉柔情 结果发现说他是柔汉铁情 什么铁汉柔情说你做事很有魄力 可是心里面很温暖 那他柔汉铁情就是 哇这个连个报告都搞不定 然后一下真相都不敢讲 但是内心非常的冷血 面对了这样一个人命的一个事件的话 却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同理心 现在指挥中心他只是说 他请新北把事情解释清楚 他也没有说要政治责任还干嘛 只是希望说先厘清问题嘛 结果新北给他报告依然不敬不死 然后中间最重要的关键是说 新北报告当中否认说 他们要有卫生局同意 消防局才能够派车的这个规定 那但是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说现在指挥中心才进一步问 如果你没有这个规定 如果不是说卫生局是这么老大 这个他们就找不到人 为什么那时候消防局要打五通电话 然后去给卫生局努力联系 而且为什么没有专线 这些人的手机 必须要靠私人的手机 就是由消防局的职员的私人手机 打到卫生局的私人手机 才有办法去联系 但是这一点的话 新北到目前为止 都是完全没有办法提出 任何的一个解释 所以说你就会看到说 霍友宜他整个人格上面 是完全的一个破产 特别是他对于林嘉隆 在那边攻击 攻击说什么 林口交流到这个事情 那我就过去去看 过往这个侯友宜 在感谢林嘉隆的过程当中 这是投于自己的脸书 至少就五篇 都在跟这个林嘉隆 在交通部长的时候去合照 也谢谢说林嘉隆 在青春山海县 林口交流到 汐止民生县 淡南古道非常多的 一些长远的规划 那当然中央地方相互合作 一起去把市民的权益固好 这是一件美事 这也是过去侯友宜 在他自己的脸书上 就跟他说 这个在交通部长 还有他的一个努力之下 怎么样去让这个交流 让大家交通过方便 结果他现在是完全翻脸不认人 当初林嘉隆是说要钱 想办法就是国道局 伸出钱给你 要地的话 一次交通总局 一次去思考 这个地怎么样去挪地给你 连办公厅室都可以去拆掉 就是为了要让新北市民 还有整个大北方桃园 大家有个顺畅的交通管 但朗东 现在袁芝说你讲的没有道理 因为袁芝说 林嘉隆是多方认证的抢公王 他说这一切都是林嘉隆在抢 这个多方认证可能 就是蓝营的叶元资 蓝营的其他人 多个蓝营的人员 任正的 其实我认为是说一开始 林嘉隆他不是说抢公还是什么 他只是告诉大家说 他对于这个交通 有非常多的健身规划 那侯友宜他如果老神在在 他就担任说 当初谢谢林嘉隆 现在也谢谢他 那我们未来君子之争 那怎么会现在变成是说 讲到这跟林嘉隆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讲一个非常实在的 大家一听就知道 这跟林嘉隆一定有关系 侯友宜他2010年的当副市长 一直到2016年过程当中 全部都是马英九当总统 如果说这个问题 他早就已经看到 他已经发现他能够解决 2010到2016 这问题就解决了 林嘉隆都处理完了 为什么要支持等到林嘉隆 他去当交通部长的时候 他才在技术上面 解决了这个坡道的问题 解决地的问题 解决钱的问题 就表示说 他是一个有技术方法 解决问题的一个部长 那当然他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对新北市民放到新北市来讲的话 他也提出说 要继续延续当初出这张竞选的时候 希望说新北市65岁的长者 都能够装假牙 那其实对很多长者来讲 这是蛮需要的一件事 那为什么侯友宜做不到 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 所以我认为是说 侯友宜他现在在整个政策上面 是完全是被林嘉隆这个部长 是压着打 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支援其说 那对新北市民来讲 其实侯友宜是很可能会选不上的 最重要的观念 这我刚刚讲 他其实在新北已经12年了 为什么 过去朱立伦的这个时期 他就是副市长 而且朱立伦很快 就要落跑去选总统 那所以说其实侯友宜在实质上 掌握市长实权的一个时间 甚至超过于一般八年的市长的连任 已经到达了12年 那你12年 新北做成这样 你该做的也都做了 那甚至这样 如果我们有希望有愿景 我相信民众会把这样的一个期待 交托到一个崭新的一个团队 林嘉隆身上 好 所以请教永宏议员 所以侯友宜现在跑出来说 是不是担心恩恩案没收拾了 所以他跑过来说 这都是陈时中下台之前 要来休旅屋 一定是为了选举考量 我觉得侯友宜其实是重伤了 只是他的伤 对于他的这个年底的选票的影响 还可以观察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 本来就不是一个靠形象的人 我们在座有各位 甚至包括原知 或者其他的朋友 觉得侯友宜是一个口才很好 很有理想 然后很有报复 然后他的政策愿景说得出来吗 我觉得没有嘛 他就是靠绑装 那事实上每一个议员 都有权利去要求 乃至于每一个新北市民 都有权利去询问 说你这个新北市长 你这个市长 你选连任 你是不是会做好做满 你拿林志坚来去累 比是不倫不累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做了第二届了 包括过去朱立文 这个就是你做了第二届 为什么要问 你有沒有做好做满 这个是对于市民来说 诚信问题 尤其是在选这个县市首长 说什么林嘉隆 目的把他留在这边 不需要林嘉隆 他本来就没有办法全国跑马走 因为他在恩恩案已经破功了 他唯一能够讲就是 我相信基层人员 所有都说是基层人员的努力 这不是废话吗 问题是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刚朗东已经提示大家了 你看林口交流到这件事情 侯友宜现在的意思是说 其实林嘉隆也没有说 这是我的功劳 他在讲说 他在交通部他整个还有包括首都圈 大首都圈的破话 也包括了好多的建设 他都有参与到 包括林口交流到 那么林口交流到这件事情 侯友宜说 你没有参与到 那个不是你核定的 这种好像小朋友 你知道吗 就我前面林嘉隆 我做了这么多的计划 然后有一个project在进行 然后我也去处理了这个技术上 那个坡道的问题 然后我解决了土地的问题 我把该有的预算 把钱都找好了 找好了发生太多 然后我离开了 离开之后 何定你说这不是我 我没有参与到 这个实在是 说实在 侯友宜讲这个 不只是不厚道 我觉得他是慌了 为什么慌了 就知道柯文哲的口水 我觉得他慌了 他真的很怕林嘉隆 我知道他干嘛 要赶快去泼一个脏水说 你看你是要收割 你看你是被认证要收割的 因为他慌了 我觉得他现在非常的慌 所以我可以想见说 年底的选举 其实侯友宜并不是这个 铜墙铁壁打不破的 对的确 好像永宏讲的 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因为你今天要说林嘉隆 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因为你当初你的脸书都粒粒在目 所以那个根本不用 不用五分钟就可以找到的东西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公然的说 这个跟林嘉隆无关 你可以说这个也感谢林部长 当初的协助 都很好 这都是场面化 你可以你这个讲的是不痛不痒 对 侯友宜的个性是不痛不痒的 他可以这样斩钉截铁的说 忽然看到一个铁汉出现了 他平常这个事情 就是跟他无关的 现在 但是你这个指控 这么直接的讲 被打脸完之后 当然都会觉得说 那你侯友宜讲话 一直一直都在制造谎言 那对他的诚信的问题 除了恩恩案之外 所以你看 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 因为很多媒体批评之后 他又开始回归他的太极打法了 他对任何事情又开始 讲得很模糊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发觉他出错了 再来看一下 现在林志坚在忙些什么呢 好 他每天跟着郑文燦上山下海 当时张善政呢 有感觉他要选吗 他现在点名朱一轮 要帮忙他整合邱益胜 都什么时候了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再来关心桃园市长选战的最新进展 彩典来迎大本营中立 林志坚参与佛伦社捐血车捐赠活动 近期郑文燦积极引荐农会系统 各地组织投人被解读意在拔装 行程已经将近要破白场 是要和市民人民紧紧把在一起 而不是说拔装或固装 对比林志坚周末回房深蓝选区 张善政则是先到杨梅再到片绿新屋拓展票源 而根据最新绿营内部民调 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以百分之三十七点三的支持度 领先张善政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 张院长接受平民媒体访问 先抢桃园不是要选偶像剧男主角 针对民调的回应也很酸 我想包括我包括林志坚 或是任何其他的候选人 都应该记在心里面 读好书 说好话 请好事做好人 第一句话听到了吗 高高在上不断的批评 或者是指导别人 和邱益胜议长的关系 应该是由朱立伦主席来协调 沟通和协调 是作为一个市长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两人隔空你来我往单被问 球员朱主席的和解进度似乎还在努力 步一步再往前走没有问题 朱益胜议长已经在召集所有的议员 我们已经开过好几次位 全力力挺我们的上站队 不是你现在是要选举 这个是你的态度吗 你的态度要拿出来 好我们要请教范教授 林志坚现在要选桃园市 那么后面有个很强大的母鸡正文灿 那每天就跟着林志坚上山下海 那大家来问张善政在干嘛呢 他到现在还点名 朱立伦要帮忙整合邱益胜 是你要选桃园市长还是朱立伦要选桃园市长 我刚刚看到那个张善政讲话 我看到慈激大爱台的 做好事做好事 不是啊 我觉得今天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办法把邱玉胜拉进来 这很很简单的事情 台北到桃园开车一个小时不到 朱立伦就去桃园去拜访邱玉胜直接 然后跟这个两个人手举起来 我们就完全支持张善政 三个人一起合体嘛 为什么不行做不到这一点 之前那个颜宽恒的时候 也有看到自己这一幕啊 就是他们一起举手 我跟卢秀燕举手 那为什么现在不能把张善政 就是张善政跟这个议长邱玉胜 一起拉起来呢 就表示没有整合嘛 到现在为止搞了几个月了 还没弄好 不是 可是教授都已经一个月多的时间了 那那个时候不是说 要靠朱立伦去疏通嗎 那意思是说朱立伦也没有去地方来疏通 那张善政你也没有去做吗 你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 你又没去啊 对啊 张善政从确诊到隔离 都已经出关了 那这事都没解决 对不对 你敢 赶快让张善政在隔离的时候 赶快去撮合这个事情嘛 那保释怎么样 没有那么简单啊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当然这个张善政他想说读好出 当然是很像就是在讽刺 临世间的这个论文问题嘛 那论文问题我其实我 我并不是很担心啊 我基于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桃园市都不是桃园市议员在打 如果这个梗很好打 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 应该拿出来打 怎么都是台北市议员 云云的啦 屏东的啦 對啊 跑到桃园来打 这莫名其妙嘛 第二个事情就是 现在已经变成国民党 一直在操作这个事情 每天开记者会 那已经变成蓝绿对决了 如果今天是一个中道的一个学术机构 或者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没有政治 这个色彩的人来讲 那或许大家会觉得 嗯他确实如此 现在已经变成说 蓝绿各自归队 性者恒性 不性者恒不性 我们知道台湾的所有的社会运动 包含我们看到 包含这个太阳花学运 或者红中秋事件 都不可能是由一个政党去推动 如果是当初是民进党去推动 那绝对不会成 因为他一定要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包含韩国瑜的罢免 如果是民进党去推动 也不会成 所以今天这个事情 国民党你越介入越深 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 就不是单纯的学术事件 他就是一个政治事件 再来就是说 好此不死 台大校长现在是管中民 台大的社会科学院院长 现在是舒宏达 这两位过去以来 他们政治色彩很浓厚 那跟民进党好像也是蛮对立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 这个东西到最后 就算结果出来了 我觉得是信者何信 不信者何不信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 对于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拼死命打 只会让一个单纯的学术事件 变成是一个政治风波 当然是政治风波的时候 那这个林志坚说 我已经诉诸法律了 我看了我的清白 那你台大或中华大学 你们做出你们决议 那我也尊重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把它打 我看很多民主演讲到 这个事情到最后整个 包含台北市新北市 基隆市新竹市 就是所有的选情都因为林志坚的这个论文的事情 全部被拖垮了 讲到好像非常严重 我认为当然对某些人会有影响 例如说曾经写过论文的人 或者有一些这个学术界的人士 他可能会觉得 但是其他的人是不是真的 这么在意这个事情呢 起码我看到的桃园市的市议员 好像对这个事情莫不关心 如果这件事情绝对有声量的话 其他人都站出来了 但都跳出来了嘛 对不对 表示他们觉得台北热 桃园冷 我讲的是这个论文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从台北的角度去看桃园 那可能会误判情势 还是桃园的议员不想站出来呢 因为你看看 要打这个论文门 这个桃园议员没站出来 张善政 这感觉起来要力挺 要支持他 你们也没有站出来啊 到底桃园的议员跑到哪里去了呢 还是这件事情 你们可能根本不看好 张善政来选桃园市长会成功呢 我们要请教永宏议员 因为很多人就说 那现在国民党开始紧咬着 好 林志坚这个论文的事情啊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民调出来了 论文整理里面 认为抄袭的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三 但是认为抹黑的是百分之三十二点五 没有意见的占最多百分之三十六点二 所以等于是大家 其实没有很多人很care论文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件事要来看 第一个是说 坦白讲 因为这个民调 还要去看一下 一般我们看那个cross table 就是说你交叉分析之后会发现 他其实有很强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跟蓝绿有关的 所以有点 最后我觉得会像那个 刚刚范教授所讲 就是他就是一个蓝绿的 性者很性 不性者很不性 而不是真正care 所谓的学术要求的人 那目前看起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性的一半 觉得说你论文没问题的一半 你是被抹黑的 他觉得论文有问题的 大概也是一半 那大部分的人 大概这样差不多六成 大概有四成的人 是觉得不太care 为什么说这个 第一个论文的这件事情 这个所谓论文 就是说不断的抹黑林志坚 这件事情 我觉得只有这个声量上的影响 对于林志坚的实际上 桃园选举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要讲说 为什么没有桃园的人站出来 甚至乃至于新竹的 因为毕竟我做过你们新竹市的市长 我现在要选桃园市的市长 那你新竹市的议员也可以跳出来 桃园市的议员也可以 民意代表可以跳出来 为什么没有 那是因为林志坚写的论文 他在中华大学的论文 你知道多少国民党的朋友 在那边拿论文吗 拿学位 对我念给大家听 苗栗县长 徐耀昌 苗栗县议长 中东景 苗栗县副议长 李文斌 新竹县长 杨文科 新竹县议长 张仲荣 新竹县副议长 王炳翰 哇塞 国民党自己就一堆人 所以林志坚 他已经拿出证据 证明说自己的论文 他没有抄袭吗 所以其他的县市首长 是不是也要一起拿出来 你刚刚说那些人 对 我说要不然 为什么这些人都不 不会去在地的议员不打 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多人 也是跑去中华大学 拿论文 拿学位 所以我一说 那到时候他们自己 出来讲说 他就想说要开什么玩笑 那变成我的论文要被解释了 会不会是讲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觉得论文这件事情是 对所有写过论文的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质疑 或者说有一些相信 但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说 那差别在说 问题他新竹市长 做得很好 那论文到底是什么 没有写过的人 也不会那么在意 所以我觉得 并不会有那么大的效益 但为什么国民党一直在打 我觉得在打的 并不是桃园市的国民党的人 在打就是战斗兰 都是台北的 还有其他的 但主要还是战斗兰的声音 那战斗兰的声音是要标榜一个 他要再做一种切割什么 一种他是精英 你林志坚不是 张善政是精英 你林志坚不是 张善政是我们这种 战斗兰 比较高级的 你林志坚不是 陶原市是一个有高度的大城市 你林志坚只是新竹市的市长 我觉得他要做这样的切割 但是这样切割 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凸显出你张善政根本不接地气 凸显出你张善政自以为高级 凸显出你国民党自以为 跟我们基层草根的台湾人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对林志坚不会有伤 这是最重要的 最后我要讲说张善政 因为他刚刚讲那一段话 什么读好书 行好事 做好人 存好心 说好话 我真的很想 我在当着阿弥陀佛 如果哪一天有这种宗教团体的修行 我是觉得你是可以参与 但是你去参加宗教团体之前 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赶快跟你的邱毅胜 要打好关系 你要不要问邱毅胜 说你不要说说好话做好事 你先重要是要交好朋友 你要不要邱毅胜 要不要跟你当好朋友 这才是最关键的 你现在国民党自己党内 都没有办法摆平 然后你感觉就像是一个云端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 桃园有欠你吗 桃园有真的这么需要你吗 还是你真的有这么care 桃园的未来 那你的远景是什么 政见是什么 或你曾经拥有过的政绩是什么 这才是桃园市民要检验 你跟这个林志坚 两个人最重要的判准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最新民调 这论文事件发生之后 那国民党内部的民调 张善政百分之三十一点三 林志坚百分之二十四点八 好做出来呢 当然张善政是比较高的 这个是民进党内部的民调 林志坚呢 这个支持度呢 百分之三十七点三 那张善政的支持度呢 百分之二十七点二 好我们要请教十七杰 因为现在张善政卡住的问题 其实好像就是一样啦 天龙国当中的天龙嘛 就跟蒋万安的危机一样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有人说他有整合地方吗 但是七月九号呢 郑文燦带着林志坚出席庙宇活动 邱义胜带着李玉玲巧遇哦 四个人合体点箱参拜 桃园市议员也透露说 这场外界呢所谓的巧遇 其实事先就已经跟邱义胜等人预告过 表明林志坚也会一起来 但他们丝毫没有建议 四个人还一起来帮神明起架 好留下这张照片 等于是张善政在这一场 这个选战当中 你们被排他了吗 的确我觉得现在对桃园的选举来说 看起来有论文的事件 然后张善政在打诚信这个东西 我觉得张善政打诚信是蛮特殊的 因为你自己也说你以后就是 在花莲当小农非常开心的 过退休生活 那你的诚信不是应该就待在花莲吗 你又要选副总统 又要选市长 你打这个其实都是回力标 那论文的事件 的确就是说我觉得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有影响 或许真的有一些影响 但是同一个议题打久了之后 他的确会呈现这个 各自在自己的小同温层 他对于大局的影响 并不是那么的大 更何况选举本来就是互动的 你这边打这边守 或者是这边要反攻等等 那个胜负其实都还没有办法 在现阶段就判准 更何况就是说 他有点像股市 就是消息面一出来 股市就会震荡 那所以你论文事件出来之后 就开始民调有些震荡 但是经过时间之后 其实那个震荡幅度 就會趋于和缓 所以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好那回到国民党张善政 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 的确就是你的内部到现在 仍然无法整合 你蛮早就已经被提名了 那这个党中央 对于这个地方上的整合 有没有角色 你应该要有角色 可是看起来角色很弱 好像就 我提名这个人 那你自己去打仗 因为国民党这样的问题 不只是在桃园 他在好多个地方 我提名你 然后地方上有一些反弹 你自己要去搞定 我就变隐形 党中央就变隐形 变成退居二切 但好像都没有朱立伦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张善政恐怕 也有一些不满 所以才觉得说 这个要靠朱立伦 来摆平你这个桃园的议长 不只桃园的议长 还有吕玉玲 就是议长可能支持的 这个吕玉玲立伟 那所以这一块大不大 这一块当然大啊 那两军在对阵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说 民进党这个队型是完整的 林志坚出来 他有一个很大颗的郑文燦在旁边 后面有一群的小鸡 组成了一个战斗型的队型 那可是如果你张善政 站在这个地方 后面小鸡其实零零落落 旁边没有人陪伴的时候 那两军打起来 一边是阵容坚强 另外一边是零零落落的时候 你觉得这场战该怎么打下去 这是张善政的隐忧 所以张善政你不应该是在接受 这个广播专访的时候 对朱立伦喊话 你得透过自己党内的 你不能把那个问题这样子 丢出来在台面话 不是更难堪 那就是双方都难堪啊 所以你要想尽办法 赶紧的去整合你自己的队型 你是候选人 你也有责任 朱立伦有责任 你也有责任 否则怎么会出现说 那所以这个郑文燦跟林志坚 去庙里面拜的时候 议长也在旁边 那议长之前 还去见了民众党的候选人 天啊 他应该要在你旁边的 可是他民众党的他也OK 民进党的他也OK 他就是没有站在你旁边 那怎么得了 这个我觉得 国民党自己的困境 而且这样的困境 真的不止在桃园 民进党的他也OK 他就是没有站在你旁边 那那怎么得了 这个我觉得 国民党自己的困境 而且这样的困境 真的不止在桃园 可能在苗栗 可能在在这个新竹县 整合的问题 对好多的地方都都重蹈覆撤 那我觉得恐怕是 这一次选战的一个很大的隐忧 好所以袁芝 你认为整合有问题吗 那国民党难道在桃园 就真的要靠论文 打到十一月份是不是 如果那会 论文这个事情 为什么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是因为林志坚 那目前都不认为他自己有问题 但苗栗正的占百分三十六点二 抹黑的认为占百分三十二点五 只认为抄袭的占三分之一 论文有抄没抄 这是黑白的问题 跟蓝绿没有关系 有抄就是有抄 就像永宏 比如说他写论文 他会不会这样子 会不会这样子产生一个论文 可是你们指控的那个人 都已经在谢词里面感谢林志坚 那个是 他谢谢他提供资料给他 但是谁抄谁还不一定 这个部分要抄在他认定 那新竹的部分 整合的问题怎么办呢 整合的问题要怎么办 整合每一个党都会有整合的问题 桃园那时候提名林志坚的时候 郑保卿委员非常不爽 黄绍婷也很难听 那他们会不会真心去支持林志坚 当然也需要整合 那国民党在提名的时候 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也需要整合